我们在这个房车营地 今天已经呆了第4天了 在这个4天里头 我捡了13个片子 本来想在这个房车营地冲冲电 前两天一直下雨 电也不够用 电不够用 片子肯定就捡不了啊 然后想在这边冲冲试电吧 结果我们也没有冲试电 这两天晴天 两天的时间 已经把我们的电冲到百分之百了 来给大家看一眼 看我们这电已经百分之百了 这两天 就停了两天的时间 而且还一直在用电 没想到没想到 这两天的时间就把电池给充满了 我们也没有用人家这边的试电 本来我们这个粉丝朋友 是邀请我们免费在这边 用水用电的 但是我们始终觉得 咋说呢 不太好意思吧 能不用就不用吧 然后所以一直也没有冲试电 没有补试电 没想到天气一凶 电充满了 太好了 小姐,咱们今天店多蒸米饭就用电磁炉吧 好呀 把这个高压锅拿出来 现在必须用高压锅了 不用高压锅 就说,哎呦 肯定是闷不熟啊,家生 今天晚上我们要吃羊腿 其实就是羊骨头了 这根羊腿我们已经吃了三顿了吧 这是第三顿 第一次我们是炒了个羊腿肉 第二次呢就是做了个手抓羊腿饭 第三次这回把这个骨头砸碎了熬个汤就好了 看看还有点肉 还有点肉 呼伦贝尔的羊腿 哇,太香了 怎么着,咱得拿斧子给它剁了吧 对,夹成小块才能放进高压锅里 哎呀,我这斧子上怎么全是锈啊 前两天想起,借了一个房车营地的一个朋友 那天正好是下雨 可能用完之后就没有擦 直接给它割袋里了 结果全是锈 完了,完了 回了 这大骨头必须用斧子剁 哎呦,我去 这个高压锅我们是第一次用电磁炉做的 看看行不行 电磁炉好费电呀,800多瓦 哎呀,看看咱们的羊腿饭 再搁点胡椒粉 有没有啊 有 最好这有点香菜就更完美了 没有 哎呦 哎呦,多了吧 不多 看看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饭 米饭羊肉汤 然后鸡蛋炒黄瓜 这是直播间朋友推荐的做法 黄瓜切丝加蒜加上豆瓣酱 好,开始吃 哎呀,看看几点了 十二点 十一了 把前几天的作品全都剪完了 大家应该也都能发现 前几期都是两个,一天发两个,一天发两个 就是为了赶进度 正常的进度是 今天拍摄 明天发作品 但是这段时间 因为天气的原因 因为电量的原因 一直没有剪 压了 这么长时间 这四天呢 剪了15个作品 也就是说一天相当于剪三个多作品 大家可以算一算啊 从早上起来 8点左右吧 8点多吧 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 然后一直在剪片子 一直在剪 做饭刷碗什么的 这些都是 都是详解来完成的 我基本就是吃饭上厕所剪片子 吃饭上厕所剪片子 现在终于剪完了 太棒了 上厕所剪片子 上厕所吃饭剪片子 上厕所吃饭 上厕所跟吃饭 然后又剪片子 就这三件事 不是上厕所里吃饭 哈喽朋友们早上好 擦擦车擦车 然后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去这个新都桥 俗称的 摄影天堂 去看一看 它到底是怎么个天堂法 我们现在的车收拾完了 然后准备出发了 最后咱们再看一眼这个露营地 这个房车露营地叫节雨花 这边是有一个 住宿的地方 大家来之后可以在这边休息 然后这边的房子也可以休息 然后这边是一个 也是一个 小酒馆 大家在这个露营地休息的时候 可以吃点饭 喝点酒 这个露营地白天是免费的 晚上只收20块钱 这边水边都有水 然后这边一个晚上可以唱歌 可以消遣的一个地方 今天白天的车走了很多了 昨天晚上有很多车 都在这边露营 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 看看现在这个大哥也正在收拾 营地的后边就是一座山 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见云海 然后这个 山的前面还有一条小河 也非常美丽 大家露营的时候也可以在这边溜达溜达 一家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营地还有几个蒙古包 大家也喜欢的可以住蒙古包 来咱们进来看看他们这边的客房怎么样啊 哇塞 很干净啊 房间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干净两张床住四个人没有问题 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也蛮干净的 这是最大的吗 这是比较大的客房 这个就大很多了 这个能睡 五个人六个人都没问题 这间房多少钱啊 这间房现在 活动应该是 来这间房博托吧 看这个卫生间 也挺干净的 这个地方基本没有空调 因为用不上空调 只会冷 晚上睡觉的时候只会冷 不会热的 所以有一个电感器 取暖用的 是吧都没有空调吧 对没有空调 这个房间整理家庭房是158个人 158 哇挺便宜的啊 158确实不贵 这么大一个房间 OMG 找咱们现在去蒙古包里看看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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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怎么样 看看 这个可能是客人已经走了还没收拾呢 有三张床 哇这个 这个停电啊 这个两家人在这住都没问题 然后底下是一个 木地板 这边一个小卫生间 也是 挺干净的 怎么说呢现在这个蒙古包 白天里边还是 挺暖和的 现在应该谈不上热 就是暖和 比外面暖和 然后晚上应该 很凉快 你看这晚上都盖着大猴背 这边贴的 这边贴的都是 这个 脏打板 挺好玩的 走了 一家人 两家人住这种蒙古包里也挺不错的 这个房车营地还不错 价格也不贵 一辆车过夜的话就20块钱 有水有电 水是免费用 太吵了 水是免费用 然后电是收费的 老板说最近这个旅游 这个季节 现在 也生意不太好做 因为这个 折舵山那边封路了 客人少了很多 再加上口罩问题 所以他们的价格现在也都比较低 你看刚才我问了 那一间房子那么大就100多一天 也很便宜吧 大家路过的时候也可以来这个露营地 休息一下 不管是骑行的也好 还是自驾也好 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我们也收拾完了 准备出发了 好了吗 学姐 好了 把垃圾带走 好了准备出发 这个地方真的是 我们在网上 直播的时候认识一个大哥 这是他们家开的一个房车营地 然后还有这些民宿的小酒店 咱也不是大网红 人家能帮助我们我觉得 就特别感谢了 因为前两天一直下雨啊阴天啊 我们就没有电 他说 你来这儿吧 我们这儿有电 有水 然后 然后有房间你都可以随便住 什么什么的 人家也没有说要求我们 拍个视频 是吧 也没要求我们拍个视频 或者怎么样呢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吧 做生意挺不容易的 现在 咱们也不是 我们也不是什么大网红 然后拍一拍 如果有 视频的朋友们看见了 是吧 路过的时候 也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参考 都是挺好的 确实这个 营地挺好的 客房大家也都刚才看了 非常干净 非常卫生 希望大家旅游的时候 都玩的开心 玩的尽兴 然后找着一个好的露营地 好的住宿的地方 希望大家都得开开心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